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两个部落 一个是大湖旁边阿美族的池南部落 另外一个是大海旁边 Sakitaya族的基奇部落 说到池南部落 他们最近在发展一个非常特别的产业 那就是树皮的工艺品创作 到底他们的树皮可以发展到多么精致呢 至于基奇部落 他们虽然是大海旁边的部落 但是你们知道吗 他们是台湾水牛最主要工艺的地方 好 说到这里 大家一定迫不及待想要了解了对不对 视线找给我 跟着我 走 驴域潭是花莲县内最大的内陆湖泊 风景优美 由于临近花莲市区 早就是一处颇富盛名的风景区 驴域潭位于阿美族的池南部落内 因此池南部落的观光产业 也是非常的兴盛 然后这里是花莲县 受风厢池南部落 在这个部落里面有非常漂亮的鲤鱼潭 还有我们就地取材的一个餐厅书屋餐厅 有我们的阿美族的部落巡礼 当然免不了的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的一个舞团 就是我们的原舞者 所以来这里会非常的精彩 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到我们池南部落 谢谢 从花莲市往台十一线滨海公路走 会来到萨基达亚族的基奇部落 这个部落有个长达三公里长的沙滩 设置基奇海滨油气区跟海水浴场 沙滩的南边还有一个交法码头 萨基达亚族的渔民 每天就从这个码头出海捕鱼抓龙虾 喂 大家好 这里是花莲县风云乡基奇部落 夏天到了基奇部落是个很好 游玩的好地方 我们有海水浴场 最近我们正在积极推广浮潜的工作 我们有丰富的海底世界 希望各位观众们 大家一起来基奇共襄盛局 王鸿恩的部落风带你放轻松啊 在花东公路上 由于鲤鱼潭的观光产业历久不衰 鲤鱼潭所在地以阿美族人为主的 沙滩部落也跟着做起观光客的生意 2007年当沙滩部落 迎接知名舞团员舞者 从台北都会区迁回部落时 大家才发现 沙滩部落不止以观光的眼光 与时俱进 他们还用文化的远见 深耕部落的传统 听听看我原舞者的好朋友贵哥 他邀请我来听什么样的部落的声音 嘿 鸿恩好久不见 你多久没有来我们花点礼坛了 我的部落 池南部落 你一定还记得 我们部落最有名的声音 就是打构树皮的声音 构树皮在我们阿美族部落里面 它最早的用处是用来做衣服 那现在呢 我们池南部落把它用来做工艺品的呈现 比方说这样 根据了灯饰的外观 所以我们部落现在想邀请你来 听听我们部落的声音 打构树皮的声音 贵哥跟我说 过了旅坛呢 往前呢 就会看到池南部落的大石头 还有地图 看到这个地图 在前面一点就是原舞者 好 我应该快到了 嘿 原舞者 贵哥多年不见 虽然已经读到博士班了 还是跟着原舞者四处演出 做甜调 参与道具制作 还写企划案申请经费 能文能武啊 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 原舞者制作阿美族的雨冠石 竟然能够把啤酒瓶 拿来废物利用 展现了不同的视觉美感啊 现在就是为了方便 你们的表演为了方便吗 对啊 所以直接把它做成一体 对 连在一起 然后呢 后面还用魔鬼沾啦 没办法 因为要化妆 很现代的啊 对啊 蛮现代的 所以我们这几年 也就是把仿骨的东西 把以前老人家做的东西 全部都重新学回来 可是贵哥 哇 我看里面的 里面的材料太夸张了 怎么会有可乐的拉扣 扣环啊 这不是可乐 这是啤酒馆 啤酒馆 哇 环保做成这样回收啊 资源再回收 对啊 这真的是啤酒罐的那个拉扣 对啊 哦 怎么会把箱带头目 其实 头饰上啊 灯光打下去很亮耶 这个 这个 只有头目才能带吗 没有 这个是基本上我们七角川的男子阶级里面是第二级跟第三级 才能带这个 就差不多是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以内 哦 未婚的 OK 就可以带这个 对 因为四婚年龄嘛 他们要打扮得漂漂亮亮 嗯 就像公鸡一样吸引 哦 就像孔雀开一样 对 漂亮 吸引异性的一个目光 对 所以我们花莲北部的阿美族就是带这种 羽灌 哦 地牢 哇 掌握好美啊 我的掌握 予我身体龄团为音 庸墓我的生命 好大 我喜歡極了 是誰 沒錯 我就是海神豬子 請問 你叫什麼名字 你為什麼問 你幹什麼你 這個沒有禮貌 無賴的孩子 我說大姐啊 你別這麼兇啊 你叫什麼名字呢 我叫 叫馬山 叫馬山 哇 好聽的名字啊 美呀 高啊 It's beautiful 那你結婚了嗎 我還沒有結婚 你們兩個去幹嘛 你幹什麼你 這個人的孩子 給你滾到海底去 哈哈哈哈 海底真是我的家呢 因為園武者 他所採取的養肺 都是跟部落有關係的 那麼以前呢 我們太多個時間 就是離開部落 到都會去 那麼 形同我們跟部落之間的 那個連結 比較缺乏 他的感情 所以我們在2007年的時候 從台北到池南這個地方來 然後這個部落的族人 他都很願意見到我們 提供我們場館 提供我們辦公室 提供我們土地 來規劃我們自己的園武者 最重要的用意 我想是跟部落接近一點 因為這個花蓮地區 有六個不同的族群 南邊有布隆族 北邊有太魯閣 還有在靠海邊的 有哥馬蘭 平衍的薩基拉雅 這些族群 都是我們可以跟它 這麼接近的 也避免說 我們在台北 跟部落之間有些隔閣 所以我們回來 最重要的是 發展這個東部地區的 所謂的文化共同體 有剛好不同族群的東西 全部融入在這個體積之下 我們要跟他們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回來花蓮這裡 回到池南部落的園武者 從1991年創立到現在 已經整整20年的歷史了 20年來他們透過田野調查 把原住民族群即將失傳的樂武 重新展現在世人面前 如今他們回到部落 也肩負起了把這些傳統的樂武 傳承給下一代的責任 暑假少少園武者的樂武文化營 就是點燃新傳之火的必要活動 為了這些小朋友 園武者的舞者們 就多了編寫教材的工作 在這個過程中 武者們也另有收穫 因為他們必須重新思索 曾經學習過的所有武馬 再來就是要做傳承的時候 你必須要對這個非常了解 對 除了對樂武 再來就是對原住民的歷史 文化知識 所以他們重新自己溫固而知心 做教材的同時 又重新去回想以前老師所教授的 甚至是老人家所教的 全部再把它融合在一起 然後才能把正確的東西 正確的知識 傳達給小朋友 嗯 滿開心的 因為這種 這個歌也是滿好玩的啊 這個是十四族介紹歌 哦 用歌 對 用歌來介紹 對啊 這個是最快的 對 對 這是最快的 有點像 順口溜啊 哦 還有誰的歌 還抓懂英文呢 哈哈 各位講一下 那個 原住民這個團體啊 也無哲啦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 大哥哥 大姐姐對不對 對 我是阿美族的 那個姆尼是盧凱的 那個哥哥 是北南族的 所以我們是集合很多不同族群的 對 年輕人組成一個團體 對 所以呢 各位也是啊 有不同族 有阿美族 有泰魯格對不對 對 大家都是一家人 對 好 所以我們這邊有很多的族群 今天講了什麼幾個族 十四個啊 我是阿美族 對 他是 好 你看看 有兩個不同樣的人 就站在這裡啊 好 那麼一位 原舞者是不一樣的團體啊 跟其他的團體很不一樣 所以我們有用那個跨族群的學習方式 嗯 你看從台灣的北部的太亞族呢 然後 然後賽亞族呢 這個我們都有演過的 賽亞族 然後州族啊 然後到排灣族啊 北南族啦 阿美族啊 都有演過了 所以我們就是很不一樣的 台灣的演出民團體 對不對 你看我們也有演他們布農族的樂舞耶 你看我雖然是布農族 但我也會唱阿美族的歌啊 我也會唱布農族的歌啊 拿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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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伊尤因 伊尤因 哈亞 拿羅安 拿羅 你看 厲不厲害啊 那換你布農族 Sound of the close NSA 啊呀呀的 啊啊 Hope 哇很厲害耶你看 哇很厲害耶你看 山上的歌跟海邊的歌不一樣齁 啊 對啊 對啊 你在災譽山啊 所以大家都要学习很多不同族情的歌 所以我们学了很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交给各位小朋友 下一段回来我们去池南部落 听听部落的声音 就是敲打树皮来制作衣服的声音 树皮可以拿来做衣服 树皮还可以做成灯饰艺术品 树皮也被永泽拿来当做舞台演出的服装 到底树皮要怎么做呢 我们去看看吧 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去阿里山湖玩 然后我们太开心了 结果喉咙就直接沙哑 不到昨天还吃掉 其实沙哑有时候也是一种特色 像你一样真的是 可是呢 真的不是啊 这个是芭蕾舞的标准动作 你会吗 对 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人家去跳芭蕾舞的 你会转几千 好 掌声鼓勵 摸一下 我会 你用这一根来模仿场底 我真的会 你这个好像那个小放牛喔 气质嘛 没有妈妈陪的夏天 你想怎么玩 给你一个地址 一点点的旅费 加上未知的任务 你敢挑战吗 好玩 又刺激了 暑假就这样玩 又来咯 跟着我们一起当少年美猫客 过个不一样的暑假吧 现在马上到原市网站回答问题 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好人 还可以抽台北马公来回计票喔 想知道更多信息 赶快上原市网站查询 好富 摸跟我买 是啊 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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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把 我 很久不好了 動羞 那麼樹皮是他們整個 發展協會生產社區 發展協會裏面的 主要製作的商品就是販賣 那麼演舞者到這邊來 剛好有演出 也透過他們的關係 來製作這樣的一個樹皮 然後跟我們以前圓谷石頭 旁谷 那個開天那個時候沒有衣服 都是用樹皮衣做的 很相近 所以跟我們的主題跟現在部落 所發展的這些文化的那些 蓋礦的部分結合在一起 那一方面他們做他們的那個產業部分 我們做文化的部分 所以產業 文化產業跟文化機構 能做一個文化的 做一個所結合 原舞者使用池南部落生產的樹皮衣 當作舞台服裝 而製作樹皮衣的工坊 平常則用來當作遊客的體驗教室 讓遊客體驗以前阿梅族人 是如何用夠樹的樹皮來做衣服的 在體驗教室中 我們也聽到了池南部落的聲音 就是敲打夠樹皮的聲音 水彈驗 現在主題是建築的 可以說他們要吸收 把群肉抹ез 除了 讓мо公益 會不會不容易 讓我再洗 趕快轉起來 轉起來 轉起來 這樣 這樣子洗一下 要這樣洗一下 要洗一下 它沒有 沒有環環的 白白的可以 環環的 還是沒乾淨 好 這個都是環環的 看見沒有 為什麼要用水洗啊? 因為它有黏性 它如果不洗的話 你這樣一直敲一直敲它會越來越髒 那你現在看到它這麼髒對不對 其實你越洗它就會越來越白 越洗越白 對 原本的色素等於也被敲掉就對了 對 那就是這樣洗一直反覆 大概敲這樣一張 原常是洗的會白 這樣敲大概這樣一張大概兩三個鐘頭 大張的 從本來的樹皮敲到這麼寬 大概兩三個鐘頭 對 本來是十公分嘛 因為它有三到五倍的延展性 所以就會敲到五十公分 平均一張樹皮 它有三到五倍的延展性 對 那真的滿寬的 滿寬的 所以剛好穿一件內褲剛剛好 喔 對啊 兩三個鐘頭敲一片可以做內褲的樹皮 但不保證耐穿啊 這個有點不符合觀光客的行程需求 因此 做觀光客生意老到的 池南社區發展協會 就把敲樹皮當體驗 把自己縫製 池南福青貓頭鷹的布我 當作贈品 福青貓頭鷹身上也縫上了一塊樹皮 可以當作紀念品 而且這個池南福青貓頭鷹 還是經過了頭目加持過的喔 可以帶來多子多孫的祝福 現在這六隻的武器貓頭鷹 也就是我們池南部落的一個品牌 它是結合成一個就是樹皮做成的貓頭鷹 那除了貓頭鷹之外呢 那我們還有一些樹皮做的一些台燈 台燈還有一些樹皮做的包包 都是我們池南部落的一個特色 池南社區發展協會 除了推出大眾化的樹皮商品外 工藝師們還根據自己的創意 開發樹皮作品 每一件作品的背後呢 都有創作的故事 未來池南成列館成立後 就可以把這些作品 當藝術品來展出 落實池南部落 除了觀光產業外 還擁有文化產業的願景 這個是在池南部落裡面 我們發展產業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整個作品裡面 包括比如說我們的取材 這個木炭 黑黑的木炭 這是木炭 對 我們把它烤黑了之後 就是保持它不會被蟲咬 然後這個是那個 蛇木 蛇木 對 然後這個是樹皮 好 樹皮裡面 我們最主要是要讓它透光 可以看到那個樹皮纖維的美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它构樹的那個 裡面的那個枝幹 會取用這樣的一個想法是說 其實原住民跟蝸牛是非常有關係 尤其在我們池南部落 阿美族為主 對 所以說我們要發展這個產業 最主要是能夠介紹我們所要做的東西 而且是族人可以表現的 比方說 這是他們隨手可得最簡單的 最不用花到成本的 對 在我們部落裡面推了一個部落巡禮裡面 對 這個算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比如說 齒南部落推展的巡禮裡面 這是非常重要 有一個樹皮袖 樹皮袖 這個樹皮的油啦 還有整個的創作 我們會讓客人看到 族人透過這個水手 取得了這個材料 可以做出不同的一些商品 那這個商品是獨一無二嘛 這樣子 那可以說啦 樹皮的故鄉就在齒南部落 沒錯 我那時候的一個願景就是這樣 希望說齒南部落 家家戶戶都打樹皮 然後這個藝術家都可以到我們這邊來 可以跟我們這邊有一個互動 然後可以買我們這邊 原住民敲打的樹皮 回去做一些創作 阿美族人 不僅在經營文化產業上 用隨手就可取得的材料 來創作藝術品 而且在經營部落的樹屋風味餐廳 也是如此 部落隨處可見的野菜 轉眼之間 就被烹調成美味可口的風味餐 現菜 現菜 野生的 對 來 一起吃看看 怎麼樣 味道怎麼樣 我覺得味道就是很香 加了一些 有加什麼樣的 那是 它那個香味是天然的嗎 天然 為什麼有一點麻油的味道 加一點香油 香油 對… 搬來吃的話 野菜大部分都是比較涼的 其實很多菜都是涼的 譬如說像白菜 那野生的也是一樣 我們的野菜很多都是涼的 那我們自己原住民在吃野菜 絕對沒什麼問題 我們的肚子 因為從小吃也涼 對 可是一般人吃的話 可能兩三樣都是野菜 他吃得太涼了 胃可能受不了 肚子 可能受不了 所以在烹調的過程當中 加一點香油 OK 然後加一點生醬 讓它有一點溫和的作用 就不會太涼了 好 剛剛忘記介紹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這個湯 這什麼湯 這什麼湯 這個叫… 你看過嗎 如果沒有吃過 那就太遜了 這個我… 你講太遜 我只好說有… 這個… 有嘛 這個好像小時候有印象 麵包果 麵包果對不對 對 是這個季節有 還有你提醒得快 差一點講說這苦瓜嘛 麵包果是不是 對… 加了一些小魚乾 對… 調味一下 對 這個是非常特殊 這個季節在… 前一陣子 我到黃昏市場去看了 看到 怎麼麵包果六葉有 結果發現 其實那個麵包果是屏東來的 我要慎重的介紹給 南部的台灣族朋友 那個是非常好的食材 不要隨便給人家摘啊 吳雪月 被稱為野菜文化達人 不僅熟悉野菜烹調 更熟悉原住民族的野菜文化 他本身 又是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的執行長 自從原舞者搬回池南部落後 不僅原舞者的樂舞 能究竟與東部各族群互動 在文化活動上互相支援 他自己更是如魚得水 因為舉目所及 都是野菜 都是文化 都是生活啊 你看在部落裡頭 麵包果比較 麵包樹比較多的地方 大概就是阿美族 有檳榔 麵包果 有藤 黃藤 大概這三種的植物 大概阿美族的部落比較多 這三樣東西 對對對 家家戶戶 每天都要吃的 家家戶戶都會有 你看那麼多的麵包果 有時候一棵樹可以長到兩三百個 那對我們阿美族來講 以前從來不知道這是可以賣的 原住民一物一物嘛 不會想到說來賣 要不然就是分享隔壁鄰居 部落就是這樣 我多的給你 你有多的就給我 對 一直都是分享 所以以前也不懂得這個是可以賣的 可是慢慢漸漸的發現到 原來很多人要吃這個 對 對 那早期我們阿美族 其實我們有很多 家裡家家戶戶都有牛嘛 對 那牛都是綁在麵包樹的底下 樹幹底下 對 肥料就直接了 所以你會發現 就牛大便當肥料 對對對 家家戶戶的 那牛也可以吃掉下來的果汁 家家戶戶的麵包果 都是非常大的 根本不要其他的肥料 就是牛綁在底下就可以了 對對對 齊南部落真是個聰明的部落 不僅擁有觀光產業 也納入原屋者的文化產業 更把野菜文化發揚光大 還開發出了自由品牌 齊南福氣貓頭鷹啊 看來 原屋者從鋼筋水泥的台北 回到這麼有元氣的齊南部落 證明當初接軌原鄉的決定是對的啊 是對的啊 好 春名之歌啊 对 池南村的春歌 在描写什么啊 听不懂啊 这首歌就是介绍我们池南村的周遭风景 南边就是露营区 那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都去那边玩水 北边就是驴滩 驴滩那边很多鱼嘛 那我们长大了就去那边抓鱼 去山海去抓鱼 所以这个春歌是村民必备的歌 一定要啊 一定要会 那不会唱怎么办 不会唱喔 村长不运发村民镇 村民镇 表示你没有办法参加工林戏啊 对啊 没有办法参加工林戏 你只能在旁边看别人跳的 有了耶 下段回来我们要去祭祺部落 听说他们的沙滩美啊 龙下好事之外 海底世界也很奇妙 因为那是一块未经开发的浮潜宝地 海底下的上午交个热大雨 相当值得大家去观赏喔 到国家音乐厅是一个我做原住民的一个梦想 我们在里面也唱了很多的传统歌曲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经验跟机会 透过这个音乐剧把男王音乐的高度拉高 一开始也没有分什么剧场导演或是音频导演 不 但是他有可能在影像结束 没有 就这个东西对于乐团来讲会是不好的 就完全不同的思考都起 说实在双导演是很难 我很不喜欢的一个状态 永远就是谁是final stage 就是谁做决定 片段就好了 不行 那时候他们不会急心 19号就要完成整排 我们这边就是给他一点心心的画面就好了 其实大家还是七嘴八舌 管好自己的部分 一整天都是很紧张啊 所以一定要持安眠又助眠 他们一定要学校那边 一定要请公假 这东西真的都要抓紧一个很明的时间 我们需要大家留一点时间 先好好的检查一下我们唱的到底对不对 你没有听嘛 我再给老师那个form好了 还是他给你他就好了 乐团把它设定一个框框 然后叫他来很规矩的去唱 我觉得有点违反他原来的意义 那算拍子以前我很少算拍子 就是很自由太自由 我们从头到尾就只有这个 就一张图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我们的期间计划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 只是说好了 只是说我甚至觉得这个制作根本还没开始动 我甚至觉得这个制作根本还没开始动 在这边唱歌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快乐地唱歌就好了 我们快乐地唱歌 这里真是碧海蓝天 这么漂亮 有山有海景色的部落 是哪一个部落呢 就是基奇部落了 基奇部落应该是我第二次造访 因为上次来呢 我还记得是冬天 一整天阴雨绵绵 夏天来果然天气非常的好 而且你看 看出去呢 视野相当辽阔 而且在这里骑单车 哇 享受海的吹拂啊 相当舒服 今天呢 我要去拜访吴赛老师 他说他要在那个基奇部落 自行车那个休息处来等我 因为对面是他家啊 他懒得出来来找我啊 好 想看看 夏天不一样风情的基奇部落吗 跟着我走就对了 走 红恩你好 我们这里是花莲县风冰箱 基奇村是 萨基拉雅族的部落 我叫吴赛 今天邀请你来 是来听听我们部落的声音 就是赶牛 叫牛的声音 因为我们基奇部落 养了很多很多的水牛哦 他的牛肉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哦 你一定要来哦 自行车休息区 应该到了啦 但没什么人呢 对面有一间商店啊 我去问一下 对面有一间商店啊 我去问一下 对面有一间商店啊 我去问一下 哈啰 哈啰 那个 武塞大姐有在吗 武塞大姐有没有在 武塞大姐有没有在 他去海边 去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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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因为这个海边 就是我们那个七几村的 哦 因为这个海边 就是我们那个七几村的 哦 最好的一个 没有野菜 也是往那个海边 哦 如果说海在没有 他就往上上 所以他去海边捡野菜啊 是是是是 哇 太过分了 武塞大姐跟我约 先跑去海边捡野菜啊 对对对对 没关系啦 好 那怎么办 好 我先去找那个辉哥好了 他说他要去 带我去潜水 这么热的夏天 潜水最消暑了啦 好不好 我先去找那个辉哥啦 好 也可以 往前面吧 就是 这边往前面 就是一百多公尺就到了 哇 你没有骗我们一百多公尺喔 没有没有 好 拜拜 谢谢 嗨 哇 哇 那个坡度 我骑得上去 我都可以出国比赛了 哇 哇 哇 辉哥筑那么高 辉哥 嗨 太陡了啦 我跟 把我慢了你 我等你很久了 我跳起海边了 哇 哇 挑战了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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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鼓勵啊 哇 太陡了 太陡了喔 歡迎來回家的家裡 以後不要來你家了啦 蛤 不是 要來騎摩托車啊 是啊 欸 滑哥 走走走走 抱一下… 你看從那邊騎過來 對 最後這個坡度 是鴨屎駱駱駝 最後跟稻草 好啊 辛苦你了 走走走 好 還好又準備冰耶 有冰棒是不是 有冰棒耶 有冰棒耶 你要吃什麼 一頭 還是百香菇 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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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冰吃吧 對啊 哇 哇 夏天的基奇 果然是艷陽高照 藍天碧海啊 看看辉哥的膚色 應該是很久沒有防晒啦 辉哥不僅是下海抓龍蝦的高手 在海灘上 他也是有執照的救生員喔 基奇的海邊 就像他家的庭院一樣 不過說到抓龍蝦 他要我提醒成功鎮的馬仲泉 馬大哥 抓龍蝦 要參考一下他們Sakiraya族的抓法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用泉水 就可以抓到龍蝦喔 像AMIS的話 他們抓龍蝦都一樣 像AMIS的話他們是用這個 喔 之前在成功馬大哥 我有看到你們的啊 節目啊 喔 我有在看啊 對 他們就是用這個嘛 對 他們用這個 就是他們做陷阱 潛到海裡面 海裡面 然後找那個什麼 就是 那個龍蝦 礁石的縫 縫線 然後把它放在裡面了對不對 對對對 喔 等於是放陷阱 陷阱 那你說Sakiraya這種 Sakiraya這種 Sakiraya是這種的 改良式的 改良式的 Sakiraya的是 不用沉水去放 喔 直接丟 直接丟下去喔 直接丟下去喔 直接丟下去它就OK了 那不會被浪沖走嗎 不是啊 你隨便丟 不用沉水 喔 然後第二天你要去的時候 它這個浮在上面 就把它浮在水上面 水上面 你第二天就看到 就要扔這個浮球 喔 喔 葵哥 解釋一下吧 這個 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用雪滴子的概念去設計 這樣的一個 捕龍蝦的王 我們為什麼 跟我們 我們在阿美族看到的 對 不一樣 還有它的效果在哪裡 這個是 浪費能力 什麼 浪費能力 還有沉水 體力 要花體力 對 要花體力 我們這個為什麼要這樣改良 它隨便丟 隨便丟的時候 你第二天 你會看到這個 我們這邊是掛耳 喔 這紅色的繩子掛那個耳 掛那個耳 把它繞到這邊 對 然後那個龍蝦 它聞到那個耳 怎樣 它會過來 它就散住了 喔 對 它 這並不是把它套起來 不是 它過來聞到它就可能 散住 它有耳 它就過去了 對 我們為什麼有四個 OK 它就是一隻過來這邊還可以種 喔 然後 它想過來這邊又可以種 為什麼這個可以種五六隻 嗯 然後這個的話 會卡到珊瑚的時候有沒有 它會實實的拿不到龍蝦 喔 所以它面 只有一面 對 你勾到那個珊瑚的話 對 整個網可能就 效果就大大減低了 減低了 哇 我們的大哥 他們三個人用這種的啦 對 你要不要學習 我覺得這個好像比較輕鬆 你不用拳到海裡面 感覺比較 雖然我這裡很會游泳 但是這種好像比較輕鬆 對 拋出去 隔天 隔天 等一下就這個收起來 這個龍蝦 奎哥說的沒錯 用繩子把網子拉上來 比前下去收網是輕鬆多了 機器海岸這一區雖然有沙灘 但也有很多礁石 讓龍蝦欺身 所以龍蝦算是非常密集 重點是 機器會出海抓龍蝦的人 已經不超過五艘船了 因為在釣客出海一趟 就有一到兩千元可以賺 又不費力 比抓龍蝦碰運器 收入穩定多了 而且因為網子 都要丟放在礁石旁邊 才能吸引龍蝦 因此船撞上礁石的危險性 其實是很高的 我們這邊的蝦法不能太大 太大 轉不去這些 這些就是石頭貢 轉不過去 轉不過去 對啊 轉不過去 太大了 像四地崗那個 誰敢轉 那個又深 這邊比較深 這邊比較淺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像這種蝦法 然後 它那個水深 一公尺都 一公尺算很深了 差不多 差不多三十四十就可以過了 所以說我們的蝦法不能用那個 要害大 要害大 所以我們這邊 反正 七色跟七級的蝦法 他們都是蝦子 這個都是蝦石漆啊 然後蝦龍蝦 這也是專門抓蝦跟那個 那個叫石器的語樂啊 其實啊 灰哥也知道抓蝦收入不穩定 所以他也有新的想法 他打算發展浮潛 帶遊客來欣賞海底的珊瑚礁跟魚群 反正在七級 抓蝦 抓蝦跟帶遊客浮潛的時間點都一樣 風浪大的時候啊 不能出海抓蝦 也不能出海浮潛 風浪小的時候就可以出海 也可以浮潛 但帶遊客浮潛的費用啊 是固定的 抓蝦 收入就要碰運氣了 而且蝦蝦一天只能收一次 遊客啊 一天卻可以帶很多梯次喔 這不錯啊 你可以帶動浮潛啊 就是一定要我們這個教練 帶才有用啊 可以帶動浮潛啊 用浮潛可以啦 就是說 可以啊 找比較輕的 平常才有比較淺 那哪個地方比較輕 就是那個沿岸才有珊瑚喔 還有珊瑚喔 有 灰哥今天的收穫還算不錯耶 他上岸後 就把龍山拿到頭目海產店販賣 灰哥這叫刷蝦嘛對不對 對… 他跟土雞不一樣的地方在… 除了他體積跟顏色之外 還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有 他的肉質 他這個是頭大 土雞… 直接比較了啦 對 這個土雞 他那個頭比較大 他活動力也滿強的 對 然後他尾巴 尾巴 他以後他這個頭會比較小一點 但是他尾巴會比較粗 比較粗 但是吃起來這個比較好吃 喔… 這個就是他肉質比較紮實啦 對… 比較硬一點 為什麼我們叫土雞 這個活動力不強 喔…就是靠沙嘛 對…靠沙 你吃起來他的肉質跟這個 非常… 這個比較軟一點啦 對… 咬起來肉質比較鬆 鬆 這個因為它生存在比較… 就是潮流比較強的地方 強的地方 潮間帶的地方 對… 就是礁石裡面 所以夾縫中求生存的結果 對… 下一段回來 我們去看看這個台灣水牛的故鄉 是怎麼形成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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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身邊也沒有問一張 我也想要做什麼 這最用快的東西 給你壞掉的情星 لب交表當中的心理的困口 然後沒有談戀愛就覺得難過 落後 告诉我要怎么可以 即日起到101年10月25日 以当日游错为凭 相关资料请上原市网站查询 基奇部落得天独厚 拥有三公里长的沙滩 沙滩两边又都是龙虾七身的礁石区 礁石区内拥有许多的珊瑚礁 彩色缤纷的热带鱼 在珊瑚礁区时常出没 多年来基奇的沙滩是很有名 但基奇的珊瑚礁却显为人知 因此回哥和我 就带着挖进 到未来的浮潜区一探就近 这边慢慢有 难怪就那边有胶啊 一到两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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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太多了 六大鱼还浇顺 上是沙滩的 胡言 这个鱼 热带鱼还浇顺 释瑚礁纸 这边的体能太好了 我游几下我就累了 还有这边有比较高的浇石 我在这边站住 然后俩一站住 它就交损了 有如果所有的群愿 灰哥都不理我 这里热淡雨很多 但是就是怕生 所以我是建议灰哥 在带游客来浮潜以前 可能要先用面包 把这些宝贝热淡雨 味道熟悉 不怕生人 这样灰哥未来的部落浮潜生意 才能大有可为 其实协会任养的机器国小 也正在规划未来的休憩区 希望能让户外活动的人 可以来这里录影 带动部落的观光产业 你说那个什么 电视剧在那边拍吗 对 这个就是梁绣生导演的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那个剧 就在利用机器国小 讲小朋友棒球队的 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场景来拍摄 有很多传统原住民小朋友 在打棒球的一个故事 所以很多游客来 都要特别找机器国小在哪 对 所以你说机器国小 已经有多少历史了 机器国小 它这个学校 它废校了十几年了 那我们在前两年 我们就跟花园县政府 争取由部落的 这个加勒兰协会来任养 那我们固定整理 同时我们也把这个学校活化 再做活动 部落的祭奠 一些观光活动 我们也利用这个校园来做 所以这边 这边地方统称叫 这个叫嘎鲁鲁岸 嘎鲁鲁岸 嘎鲁鲁岸 对 这个汉语的话叫加勒兰 加勒兰 对加勒兰 对加勒兰 对跟我们台东的加勒兰 对一样一样 那这个名字 这个嘎鲁鲁岸这个字眼是形容 就是说那个山上有很多石头 会不停地滚下来 因为山上的这个自然的这个野生物很多 会踢到石头滚下来的那个样子 就形容 所以叫嘎鲁鲁岸 被协会认养后 至少定期有人砍草 整理校园 这个面山靠海的美丽国小 才又成为部落聚会的好场所啊 在这边协会的人数 在加勒的人数 应该够做这个事情 而且大家也都很同意 而且很投入这个事情 而且都用义工的那个心态来基于 做一些这个学校这个环境的东西 吴光明理事长带头砍草 及其国小 有人照顾后气象一新 尤其部落的活动 常常在这里举办 让国小显得生气勃勃 整个萨基达族 也多了一处联营的好场所 今天这个活动啊 就由来自其他部落的小朋友参加哦 我们在马拉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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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願不贏 人願不贏 阿蘇大哥,那個武塞老師跟我說 部落的聲音,激起部落的聲音 就是把牛叫回來的聲音啊 那這樣麻煩阿蘇大哥 教我們怎麼叫 我們叫這個牛要叫 通常我們養牛一定要叫牛 他才知道這是主人 真的嗎? 是這樣子 你叫跟我叫那個牛 分辨得清楚是主人叫 還是不是主人叫嗎? 它分辨得出來 這麼厲害喔? 就是這樣 哇,那現在牛看樣子是 散落在這個草原附近對不對? 是是是 那要不要把它 試看看把它叫回來吧? 我叫他看看 會不會不回來啊? 這現在可能怕很怕生啦 很多人可能會不會 哇,現場是確實蠻多陌生人的 對對對 那試看看囉 好啊 喔,就是這樣 欸,那邊有風吹草動耶 那邊樹也在動耶 那個牛可能在那裡吧 基齊部落人口兩百人左右 地廣人稀啊 阿蘇的兄弟們 繼承了爸爸的水牛 幾年下來 由於田地 再也不需要水牛耕田 因此他們的水牛 逐漸從耕牛變成食用牛 數量啊 也從十幾頭 變成兩百多頭 也因為都是野放 肉質的鮮美度啊 比缺木的牛更好啊 市場上啊 絕對是供不應求 平均一頭牛大概養多久? 大概養三、四年啊 三年 三、四年 喔,三、四年 對 現在總數量有幾隻? 大概還有兩百頭這樣子 兩百頭 是是 以前我們基齊部落 就養那麼多牛 老人家就是養這麼多嗎? 那個時候沒有那麼多啦 大概那個時候是 以耕田為重嘛 大概就是十幾頭 就為了耕田 所以養水牛 養水牛 喔 現在就比較不是為了做農用 沒有沒有 現在已經沒有在做農嘛 現在是專業養牛 專業養牛 哇 基齊部落兩百多人 就養了兩百多頭水牛啊 而且都是用放牧的 就像全部落的人都來趕水 也很難把所有的水牛 聚在一塊 所以阿壽大哥啊 就用上了科學方法 就是電幕線 我有那個 那個 電幕 電幕線 電幕線是不是 對對對 喔,就讓他們知道 這是警戒線 是是是 因為那個有放電嘛 他們觸摸 碰到就會有電 喔,所以現在還是有通電就對了 是是 哇,那也是高科技啦 對對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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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了這首歌,在唱什麼? 在美美幫這首歌 在冰單吃到茶匙,我要去當歌 這種也可以寫歌,很特別 你接下來要唱什麼歌? 唱那個帶動 那要帶動一下了,天氣那麼熱 對不對,帶動一下 上了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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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第四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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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 零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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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ree 11 12 12 13 15 16 1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四岁罹患神经母细胞肿瘤的陈邦泰 是个贴心又乐观的孩子 但是他的生命只有短短的十四年 求子亲切 人工受孕又失败的陈德勤 周孕育夫妇 一趟泰国之行幸运得子 没想到这孩子得之不易 却走得这么匆忙 他很担心我们两个老了 没有人照顾 所以他说他要留下来 他不要走 他看到新闻在讲癌症 那是在讲大人的癌症 他就跳到电视机前面 指着电视说 妈咪妈咪我也是得癌症的 你看我都这么健康这么好 那种态度你知道吗 好开心 其实去学校没有人相信 他是一个癌症的孩子 而且他在小一的时候 学校有一个功课是要查字典 他查了一个死亡的死字 他把它写出来给我 我吓死 我真的吓死 我问他说 你为什么会写这个字 他说 这个字好像不错耶 我说 可是你知道这死 是什么意思吗 他就说 不是很清楚 天上还是有人啦 还是有小朋友 他走了之后 我在找他的东西 我希望 他有留下一些字 就会有吗 就只有刚刚那张 他都很红色的 所以好感动 走过丧子之痛后 周玉玉决定当志工 好好还债 来感谢邦太生病的九年当中 各界的帮助 孩子走了 我们其实也在 生死看得更开 所以连墓地 也是跟孩子在同一个墓地 也都埋好 所以我觉得那种东西 没有什么好忌讳的 就是变成说 先都准备好 以后帮你忙的人 就不用花时间去问 这个山头好 还是那个山头 很开心呢 原住民族电视台 今年已经迈入第七个年头了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原世 认识原世 爱上原世 这些山头的山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